接下來它說建立一個新圖層 應該就是延續剛剛這一題吧 然後把它填入白色 所以它其實幾個動作 一 新圖層 二 填滿白色 並且利用顏色覆蓋 特別注意這邊有個關鍵字 圖層樣式 還記得吧 就是在那個圖層上的小圖式上快點兩下 然後找到顏色覆蓋 然後設定值為混合模式的柔光 所以關鍵字是柔光 那色彩就是186、186、190 那圖層的填滿為0 OK 好多個項目 我們一個來好了 所以第一個 如何建立一個新圖層 建立新圖層很簡單 我們就是找到這一張圖 那新圖層在哪裡呢 應該還是知道吧 在右下角 會有一個建立新圖層的 就是在垃圾桶隔壁這裡 這個 有沒有 新圖層 按下去 圖層就出現了 那它沒有說要改什麼名稱 那你如果沒有講 你就是不用改沒關係 但如果你想改 你也可以點兩下 這邊圖層名稱給它一下 然後接下來它要做什麼呢 圖層有了 然後填滿白色 所以接下來填滿白色的話 這個圖層新增之後 我們用編輯裡面一個填滿 然後把它改成白色 這樣就白色了 什麼都看不到 那看不到的話你想說 那這樣怎麼辦 其實它是要做一些特效 有點像是在上面 給你一個色膜啦 有點像那個什麼呢 那個汽車擋風玻璃的那個 然後效果部分它還要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顏色覆蓋 所以特別注意 那先呼叫那個什麼 它的圖層樣式 那圖層樣式一樣很簡單 請你在這個小縮圖上面快點兩下 它就會叫出圖層樣式 圖層樣式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叫什麼呢 叫做顏色覆蓋吧 我看題目是一樣 顏色覆蓋有沒有 顏色覆蓋在哪裡呢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打勾就可以了 但打勾之後 整個變它預設的顏色 那這個地方混合模式 它有講到要柔光 所以你把它改成柔光 可是加柔光之後的話 什麼都沒有了 也是一樣把它遮住了 不過你其實可以調這個不透明 不透明 不過不透明 現在好像沒正常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填滿效果 可以再調整 然後柔光的顏色 它這邊有指定 最後把那個填滿改成0 那就OK了 所以它要顏色的部分不是紅色 所以點一下 改成R是多少 186 G多少 186 B多少 90 有沒有 就剛剛這裡 這裡 186 186 90 OK 這樣的話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把它按確定 我們就完成圖層的設定 不過你想說 那老師什麼都沒有 因為最後有個動作 他說填滿有沒有 要把它改為0 那填滿在哪裡 這邊不是這個填滿 所以把填滿改成0 有沒有發現 效果就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原來填滿 它本來是100% 整個就變成白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把它填滿 慢慢的改 你會發現 它的效果 越來越明顯了 就有點像 是我感覺有點像 那個汽車那個 前擋風玻璃有沒有 如果你去貼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遮陽的嘛 然後你要顏色深或淺 那你可以就填滿的效果 當然整個就完全 假設你很深的顏色 其實等於太陽擋住了 可是我發現 晚上開車也蠻危險的 所以前擋風玻璃 如果你貼得很黑有沒有 晚上開車根本都看不到 那不是很危險 而且我發現台灣的很特別一點就是 很喜歡把整個車都貼得 黑西馬屋的 OK 我不知道為什麼 OK 你看 隱私權是很重要啦 但是 因為這樣而造成交通安全的隱憂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填滿部分把它改成0 好 這樣就完成了第一個動作 第三題就完成了 所以第三比較複雜一點 你們大概再試一下 我大概把重點回顧 1 新增一個塗層 2的話 直接在這個塗層上快點兩下 找到這邊有一個叫塗層樣式的漸層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柔光 給顏色 186 18690 然後直接按確定就可以 並且把填滿改成0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好 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